四月是緬甸的新年 也就是潑水節 互相潑水代表 來年幸運 不過在緬甸傳統文化 它其實有更深層的意涵 四月潑水節 端著水不潑水 而是回歸敬老 孝順精神為長輩洗腳 緬甸即將過新年 一百一十五戶家庭 在慈禁緬甸聯絡處團聚 孩子們輕輕擦拭父母雙腳 眼淚停不住 海苔 沒有人 又是快看 我已經不走 你你 也不是 我批養了 Nine 小姐 真的 在這是一年咱們的生命 會有幾年咱們的育養 為了一年咱們的育養 我們有什麼責任我們 要吃虎皮 撫養孩子的辛勞被體貼感恩 回報雙親的心 一代影響著一代 我們在這里面 我們有的育養 一年時間能夠喜歡 一年來買金錢 我們買金錢 都是買金錢 買金錢 買金錢 拿錢 買金錢 過年前半年貨 慈濟职工撇好十一項物資 也趁着大团圆 让家家户户把新年里兰带回家 大爱新闻王绿棉 泰泽泽 缅甸报道